第六场,另一组的四班千二 先看看状态指数表 我觉得一头一尾都比较好 但两只各有问题的马 用眼光,奋斗红材 配备转变三号马的勁无敌 除了榜利带 先看看这只用眼光 亦是星期六早上的出跳 大卫来说,形态也是这样的 冷冷闲的,朝早上又没有戴眼罩 所以也跳得比较慢一点 维持住 滋滋游游地 他冲得好 你说他闯名试过都冲得厉害 一旦闯名就冲都不冲 那你就头痛了 好,接着想见你 之前堕码试材 接着再试了泥材 一直在里面顺着跟 我又不会说因为这些材 好像一步不虚都差点 因为其实这些马还是很年轻的 第一,被人押着来走 第二,他试泥地 所以又不要说只是看个名次 只不过你说现在不是 那个档位形势不造就 那就另一件事 还有可能想稳定一些 杂商最重要就是把握到 他都站得漂亮,出杂出得好 因为这只马他不仅仅 之前的草地杂扔了人下来 他之前在重化试杂 他都经常出杂论尽一点 好,接着这只勁无敌 你也看到他这么挨进去 还在教他,在学习 现在上千亿了 我想也对,也要让他试 好,接着看另一只质身马 叫做柔柔我心 同事的就是上次退出的长发 长发也试得不错 就是放松头断 末断就慢慢逐步 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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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摆正追得很厉害 柔柔我心就是一只很乖的三岁马 他跟那只勁无敌相比 两只马的性格截然不同 勁无敌就有点心急 转弯转、抢口 而这只柔柔我心就比较文静 比较淡定一点的马 他真的好像很油 他的跑支 如果你让他全开步 他也是狗狗为王那些差不多 不过我见他跳过也算挺轻身 还有最主要就是这么年轻 他也算很乖 好,接着轮到长发 他也是有些伤患的纪录 上次弄傷头部受伤 退出了赛事 他还未算很熟悉的马 但一再已经在阵上 一而再地追近 好,接着是日日掌 这些部署方式 这些安排手法很古怪 即是报也报吧 你看他之前报什么老程 你可以当学习吧 接着轮到满多福 这里跳一跳的水影 因为今早卖边有很多积水 有点像昨天领航性心的案件 马就比较紧一点 跳起来,不得柔软 好,接着是浦东精神 后面吧 因为大很多 所以这样看就完全不同了 这只其实是挺好马 但是立脚 你还过来跑谷草千尔 就看省到多少 跟到多少 这只金运来也试过近过一下 潘顿操的马走势挺纯长 靠差鼻孤头罩都有 可能骑斯为他带来一些转变 不一定的 因为觉得都操得挺好 第一货跳都 他第一次接手都算跳得OK了 好了,上校 你觉得他去分落班 形势上一夹对,他抢了在前面 根本他都很吻水的 我觉得 不过就形势帮到 接着就是三剑合303 外面是黄金风速的 这货就拍草地,拍得快一点 没段22.2 三剑合跳赢的 但是他的步支就没什么变化了 都好像比较紧速 对,你说他不厉害吗 凹着姜丞,挺厉害的 其实跑得正好 他冲下去也是这么多 顶得安又松 以前在锤石道也是这样 对,这些也是 已经没有转变的马来 奋斗红菜 这些是否等下班 这些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状态 他也等了在这 来到第六场的赛事 3T的刺关,四班千二米 这一组我觉得复杂的程度 就是在于很多质身马 很多质身马 因为他们在神操给我的感觉 他们逐个逐个逐个都有一些转变 有些进步 譬如哪一只呢 三号马劲无敌 这只马落地跑已经很触目的马 几次都成为热门 我一而再在赛马直击都说 其实你看看这只马转弯 几次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落一转的仰和软弯 所以马的平衡还差一点点 成为热门要小心 另外五号的长发 马走圈有点急 有点猛争 有点像刚才的勇俊齐心 但是他又是很好能力 然后又是之前上过名的 还有九号马金运来 这次潘顿蹲上去 我想又是会带来一些转变 所以到底他们的转变 令到他们落场进步了多少 真是不知道 这些是难计数的 所以我就选回这一 这只熔眼光希望都继续冲得好 那就先预计他 会不会金运来排了个四档 而令到他拿了条篮的时候 转弯可以暢顺一点 真是一切都要有待观察 就是评估就是这样评估 或者主观愿望都是这样想 因为你数一下里面那些马 金运来四档 三档三剑合三剑合 三剑合不会放我 然后又由我心 我不知道这只会不会放钱 另外就是普通精神 这些是立脚的 那如果这么说金运来抢到难的 那你跟着那些上架 在外面我不知道它怎么掌握 能不能埋起来 那金运来你就扔了 有个好奇先 希望有条难 另外一只就是 我觉得带来憧憬侵入去的 就是四条马由由我心 说真的 其实我都是肩肩选的 因为你都知道 一只三岁这么年轻的马 第一次跑谷草 但是幸好 它就是一只很乖 又很容易受到操控的马 那究竟真实落到墙转弯 各样的平衡 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个好档帮到的手 而这样过来 冲一冲你炸 四班谷草马 我觉得你有得想 但是你说握胆 我都不够胆 可能胡穿到时 看看握哪个胆 三 敬无敌 一 勇眼光 其他那些 真的 是不是抢在前面那些 上架奋斗控裁 你就到时再慢慢 量一下这场马的结构了 第六场赛事 都研究过